今天我们来绣这个大鸟给小鸟喂食的这个图案 那么先绣大鸟的身体 用的针法呢是轮廓绣 每一次挑步往回出针的时候呢 出针点是前一针的入针点 遇到有遮挡的地方我们就入针后迈过 在这种弧度比较小的地方 我们应该适当的把针区也调小 让绣出来的线条呢更加的圆滑 这样身体部分就全部修好了 接着我们来绣眼睛 采用的方法呢是法国杰力绣 首先呢出针 然后将线在针上绕两周 然后同点入针 将结拉到布面然后拔针 接着用相同颜色的线来绣它的嘴巴 直接用断面绣 小鸟的嘴巴就直接拉两个直针 眼睛同样采用的是法国杰力绣 眼睛同样采用的是法国杰力绣 接着我们来绣鸟巢 直接呢我们拉直针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绣好 接着我们绣树枝 用的方法是裂线绣 我们每次往回入针的时候 是从上一针的线上 这样入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我们来绣树叶 绣树叶我们采用的是锁链绣 我们新绣的这一边用的是常规顺序的锁链绣 我们今天主要要讲一下用立项方法来绣锁链绣 那么方法就是往前一个针距出针 然后我们将线从前一个锁链上穿过来 然后再从刚才出针的铜点入针 这样一个锁链就绣好了 再来看一下 那么学会了这个方法之后呢 我们在绣图案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绣完之后 又把针拉到最底部 进行锁链绣的绣制 这样绣呢比较的省线一些 我们一片树叶就绣好了 那我们就用相同的方法把另外三片树叶都绣好 好了今天我们就绣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我交流手作的心得